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车库记号 我是Raini 今天是安东的记者会 他们一口气发表了三款车型 分别是250cc的这个Adventure 还有我身后的1290 以及新款的这个890 890分别有两个版本 普通版Adventure以及R版 同样的在1290的部分 也有S版跟R版 而250的部分则单一为一个版本 为什么安东要大动作的 一口气进了三款车型 因为Adv在这几年 真的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安东瞄准这个市场区隔 引进了250cc的车型 价格落在22万9千块 就是23万以内 正好跟CRF的这个23万24万不相上下 但是别忘了 KTM是一个越野车的专家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这个KTM的250Adventure 其实250的车型呢 主要的考量就是 让你能够平常就能够骑着它去上下班 然后假日的时候呢 又可以从事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 规格的部分喔 它的排气量呢 是这个249.9 十足的20 应该讲说250cc的动力 马力高达30P 那车子的重量呢 是156公斤 如果是加上一些油水的话 大概是接近170公斤 其实跟竞争对手比赛 是差不多的 像Honda的CRF 大概是在145公斤左右 那它具备的这种华黎的设定 然后呢 它本身车子非常的短小 其实它的轴距才1430而已 然后呢 座高也比较这个 具有亲和力 85.5公分 那最低的离地高 则有20公分 那油箱的容量高达14.5公升 可是你别小看它的油箱小 它实际上一桶油加满了 可以跑到400公里 那同样的编这个 钢管编织车架 然后单缸引擎 然后中置避震器 然后轮胎的规格 是前19后18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1290它的旗舰车型 我们现在看到的1290 是整个大改款的车型 其实上一个世代的1290 就已经非常的凶悍了 它跟性能如果跟大鸟比的话 也在大鸟之上 我指的是马力输出 然后应该讲在这个圈内 它没有对手 那实际上现在 你再看到新的这个1290 你会让你更为之惊艳 更叹为观止 一个很重要的 各位看一下这里 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缺口吗 绝对不是 这里面是一个雷达 汽车有的ACC 首次出现在重机上面 另外一个还有的就是B&W B&W也还没有落实 但是率先在国内出现的 就是这个定距跟车系统 它只要在一档以上 就可以跟着前车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1290 它在科技的程度上面 远远超过我们 它的电子科技的配备 包括它的什么Rally Package等等 我现在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1290这款车 对应的是大鸟这个层级的 这个层级的车的客群 全部都几乎都是老板 那10位老板里面 大概只有一位或两位老板 会去真正的越野 而且它的越野技术还要非常好 因为这种车光空重 就230多公斤 如果行李箱再背下去 油水全部加满 我们不讲再后座 至少这台车260-270公斤跑不掉 如果你是像B&W大鸟 那种ADV车型油箱30公升的 再把它加满那台车快300公斤 请问你台湾有几个人 真的把这台车驾驭的如鱼得水 我告诉你不多 所以在1290这个集聚里面 其实绝大部分是用来彰显你的身份地位 还有它提供你一个最舒适的一个骑身感受 还有最安全的这种高科技电子配备 包括这种主被动的安全的部分 我现在来讲一下 刚刚一开始我就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配备 就是ACC 再来一个就是它的这种所谓 类似汽车的Terrain response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在Rally的这个模式底下 它的这个循迹辅助非常多端 高达9端 然后呢 同机对手里面该有的这种所谓 电子可调避震器 它也有 你在车上就可以选择软硬 就可以调整你的车高车低 这是非常棒的 那再来呢 这款车 它的基础面的部分 V缸引擎 跟后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890是不一样的 它是V缸引擎 那它分别有这个S以及R的这个版本 价格呢 一个是95万9 一个是99万 两者相差了将近快4万块快5万块 那差别是在于S版呢 它是配备的是铝圈 轮胎的部分呢 它是配备前19后17 铝圈的设定 为什么铝圈呢 因为它在onroad的部分 着重的比较多 那另外一款R版的部分呢 R版的部分就是完全的越野车考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胎纹 是比较着重于越野胎 同时胎宽的部分 也从这个130降为120比较窄 然后后面的部分 则是使用这个18寸 18寸的这个应该讲说 无内胎式的钢丝圈 那这一点钢丝圈的设计 就是完全针对这个越野车考量 我刚才讲的1290配备的是空车 并没有三箱的配备 如果它的三箱配备 配备到齐的话 这台车其实价格应该会来到 将近120万 十几万是一定要的 宝杆啊 雾灯啊 就你把它装备全部弄到像大鸟那样 那大鸟的全配备 大概是在100块 将近150 所以两者的价格在相当 我觉得它的竞争对手 已经很明显了 另外一个自己的竞争对手 就是我刚才讲的 Tiger Tiger 1200 也会是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我们现在看到 我这个左右手两边 分别就是这个普通版跟R版 890 Adventure车型 两款车有什么差别呢 光从车头的扮向 轮胎就已经告诉你 这一个比较着动于onroad 这一个比较着重于offroad 因为他着重于offroad 两个轮弧也不一样 这个比较偏向于鸟嘴的设计 也因为他是偏向于offroad 他可能有比较大的动作 所以他配备了比较短的风镜 而这个因为是着重于onroad行驶 需要有大面积的保护作用 或者是挡风 所以风镜位置比较高 那再来往后来看 就是避震器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仔细的介绍 避震器也不同 两者的这个调教方式不一样 然后再来坐高的部分 最重要这台车比较具备亲和力 比较适合东方人驾驶 有83以及85两种车高可做 从这个椅垫的这个位置做切换 这个不可以切换89公分 比较野到一点车高比较高 其他的配备几乎都相同 然后再来电子 他的选配的部分则包括快排等等 然后可调的模式也比较多 但是重点来了 这两款车相差5万块 5万块你多买到什么 我觉得观众朋友你可以多做一下功课 他实际上分成两个版本 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R版 然而今天记者会呢 试成的是比较高阶的R版 R版跟普通版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我今天来为各位一一的做介绍 首先你看到这台车 其实车高蛮高的 R版的座高高达89公分 我现在就坐上来让各位看 我的身高1米85 各位看到其实我已经要有点 脚要围颠了 脚要围颠了 才有办法 平放在地面 所以这么高的坐姿 其实你可想而知就是 他是针对越野设计 所以R版的离地高度 高达26公分 263mm 那跟普通的版比起来呢 普通版是23公分 这边差了3公分的差距 这边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这款车终究是ADV adventure的ADV 他并不是专业的enduro 或者是mortocross 所以他的一个设计走势啊 还是有他的不同 比如说 以enduro来讲 或是mortocross来说的话 排气管都会走来上面 去创造更高的离地高度 那他并没有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说 他设计用心的部分就是 排气管已经是完全贴在引擎的边了 贴在引擎的边上 那我刚才把车工讲完以后 各位看到他的车头设计啊 这整款车的外形 跟790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当然就是扩大这个钢筋跟冲城 把排气量从790升级到这个890 等一下动力的部分 我后面再讲 我先把外形讲完 阿满的部分 他真的是要让你拿来越野的 当然他的这个公路跟 这个onroad跟offroad的比例 offroad再把它提高了 所以外观上最大的不同是 轮胎的选用不一样 他的轮胎就比较偏向于这个巧克力胎 所以这个胎快胎完比 两者之间的比例加大 然后呢 他也因为考量到 他可能会有落差地形 可能要飞要跳 所以呢 他的这个WP的避震器 他的这个筒心的部分 来到非常夸张 48mm 48mm是他这个1290的规格 所以应该是借助他的避震器过来 才会有48mm 那BAMBO代工的卡件 盘径320 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配备的是这个无内胎式的钢丝圈 像我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他要使用钢丝圈 你会觉得那既然要做到气密 那为什么不用铝圈 因为在真正的越野来讲 钢丝圈才能够提供一定的轮圈的这个弹性跟韧性 但是缺点是使用一段里程之后 你可能要再做平衡调教 就是调钢丝的部分 油箱的部分20公升 这颗油箱最特别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油箱往下 其实这里面都是有东西的 并不是空壳 整个油箱把它摊下来 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谓下垂式的油箱设计 其实是来自于最早的巴黎达卡 那个时候因为要跨洲际跑沙漠 所以油箱动辄都三四十公升以上 甚至还有做到50公升的 所以他们的油箱就这样跨两边下来 当然这个的优点就是 把重心再往下压 然后在骨架的部分 他的骨架最特别的是 他把引擎当成一个结构 所以你看到这边是一根单一钢管过来 然后颈部的部分直接穿锁在引擎 把引擎当成一个车架来使用 这个在1290又不一样 1290就是一个完整的环抱式 这个钢管编织构成 所以跟这个890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这个除了气量化之外 还有就是他很相信 他这一颗并列双钢引擎 后面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他摇臂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长 那这个除了创造出一个比较大的轮胎百幅之外 他对于长途骑乘的舒适性的提供 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有一个正面上的帮助 但越野车的关系 排气管就直接把它调高了 整个车尾做一个类似Motocross的一个水平的收尾 整个外观的造型非常的简洁 然后呢全部都使用LED的灯具 这样子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重点 就是说 R版跟普通版 除了这个避震器 一个是43星 一个是48星的差异之外 但48星的是属于比较高阶的 他除了这个预载可调之外 软硬可调 就压缩跟舒张都可以谈 然后面呢也是一样 都可以调 然后呢我试诚的那台车是有配备快排 他的快排是属于选配 那再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他的这个TFT全彩仪表 然后功能很多 包括了定数 然后动力模式的切换 然后循机的强弱调整 还有一个Rally的package 就结合他的这个所谓动态ABS 还有它的ABS 特别讲一下 他的Rally ABS就是 后面解除 前面保留 跟日系车是一样的 那他的这个Rally Package 里面呢就把循机的部分 做了九段的切割 电控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完整了 大概没有什么 觉得不足的地方 今天 KTM帮我们准备的是这个R板的车型 但是我一做上去我当然觉得就是坐高 都高达这个89公分 真的是满高的 我觉得一般人根本是就要垫着脚骑 甚至没有办法量平放 那他的普通版的坐姿就比较友善一点 从83跟85两者可以这个透过椅子 这个坐垫的部分来做调整 可以做一个升降 我觉得这会比较合理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一骑出去你就会觉得 其实他的悬吊是比较硬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做一个 Enduro 领导车的设定的话 悬吊不应该这么硬 可是他悬吊让我觉得比较硬的话 是真的他考量的是比较重度越野 有点接近 我刚才前面介绍 他有点接近Motocross的感觉 就让这种真正很 这种很hyper一些高手 去把他的性能展现出来 那再来一个就是动力的部分 其实这台车的动力 虽然说890的引擎规格 890cc 骑起来真的会让你觉得 哇那个动力好像是公升级的输出 为什么 因为这颗并列引擎双缸 从他的790变成890的时候 当然刚进充程变大 他的曲轴也加重 那加重多少呢 他加重了这个20% 所以他的这个曲轴的转动惯性变得很大 刚才在这个记者会中 他们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实际上骑起来真的是如此 也就是说他一挡出去二挡 不会让你觉得前 这个转速率前面那一段觉得特别软 那这个是真的有助于这个越野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陡坡 或是遇到一个窟窿 然后我要做爬升 要骑出来 你就需要那个瞬间的扭力的爆发力出来 那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以街车或仿扇来讲 那个都是曲轴轻量化 尽量让他在这个转速可以做高 然后马力可以做大 但是越野车却不是这样的考量 那后面我还有骑到比较快的速度 其实中高速的延伸性还是不错的 那一档的动力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 我大概过了6000多转开始 其实我自己慢慢就开始在扶头 然后油门加的重一点 整个前面就孤伦起来 甚至到二档你都还觉得 他的整个车子的拉力非常的强劲 一直到三档 所以我跟你讲的就是说 整个加速的力道 让我觉得他好像有公升级街车的 街车 公升级街车的那种感觉 前面的档位的 这个配置真的非常的绵密 骑起来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那因为他的这个骑乘三角 还有还有手把坐姿 他的设计非常的棒 所以你会觉得整台车非常的好骑 他不会说像街车仿晒 让你觉得低趴 车子要去适应 这台车是马上就可以上手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他的前轮径高达19寸 所以他悬展起来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惯性 你在这部分你会觉得龙头 好像有一个这个转动灌量 有个惯性在那边 你稍微习惯以后 马上就可以跟他融为一体 而且他的左右摇摆真的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负担 这台车他的空重才193而已 根本没有破200公斤 即便是他油水加满 200左右好了 这台车还是算轻 所以以他这个900cc的 将近900cc的排气量设定的话 在他的竞争对手里面 真的还看不到什么 他大概只会遇到一个自己的敌人 也就是他这个集团内的凯旋 好我继续讲 他的加速感觉非常的绵密 那重点是我试成的是有快排 我会非常推荐他的快排的部分 因为他的快排接的非常的漂亮 他原本就有这种辅助式的滑动离合 滑离在里面 所以他离合器操作起来是很轻巧 很快速的 那他的快排的部分 加上他的这个滑离 整个作动是一气呵成 就是很精准的 你根本都不需要特别用力去踩 或者特别用力去勾 是很平均的 然后每一个档位都很清晰 这个部分你在进退档操作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过瘾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试测路段 还有这种陡坡啊 然后连续的S啊 你即便是从高档位连续退三个档下来 他衔接非常的漂亮 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 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悬吊还稍微硬了一点 但是真的在高速启程起来 这个悬吊就变得非常的棒 我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悬吊在那个时候特别的硬 这个是我对这台890 真的骑程起来有非常这个深刻的印象 当然它的一些舒适配备 包括巡航啊 定速巡航啊 然后动力模式的切换啊 其实这台车在平常onroad的部分是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我可以预见就是说 这台车如果未来 它的三个箱子都背进去了 你载人做长途的公路旅游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到底是要买普通版还是R版 详细的数字 请看我们字幕的部分 那我还是会买R版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箱子背上去了 我又在双载 这种车骑出去就是载女朋友载老婆 我那种双载的话 那R版的悬吊再适合不过 可是如果你是选择普通版的话 它只有预载可调 我觉得还是 而且是手动 手动调整 那这个是直接可以旋转 可以调整的 我觉得在这个CP值上面R版会比较适合 基本上KTM的动力表现 就是在同期车里面非常突出的 它跟最弱的日本车 YAMAHA的XT700 就是Telorate 700 那个比起来好太多了 然后日系车在这个急剧 根本就是一个真空带 也没有对手 往上比较接近的会是Africa Twin 1100 那价位的话 跟它是差不多的 那端看你怎么选择 它的电控的部分 是比Africa Twin 还要再强大一些 然后它有它特别的地方 再来一个 比如说它的坐垫 比非洲双 Africa Twin 还要宽 坐起来还要更舒服 比较适合常驻旅游 还有其他同级对手 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YAMAHA的XT 1200没有进 然后Kawasaki 没有车 Suzuki Suzuki 那个是比较偏 应该价格就算CP值比较高 它比较属于低价位的 在这个价位里面 不好意思 890 Adventure 登登冠军